香港616反送中大游行 打破了香港自政权移交后的游行历史人数 唱下了新的记录 当晚特首林郑月娥冷冰冰道歉后宣布 政府已停止立法会大会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 并重申并无重启程序的时间表 但避开的撤回用语没有表示辞职 在外媒看来这是一直强硬的习近平 在其执政后最大的政治让步 而分析则认为习近平处在人生的节点 只有一条生路 法广在习近平太强硬激怒了香港人的报道中称 习近平上台后对港政策变得极为强硬 将香港高度自治变成中央给予地方的自治 还取消基本法承诺的普选特首 一国两制被肆意挤压 但连续两次的超百万人游行却惊天底 香港人已经不再信任中共还在其次 对习近平来说恐怕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大陆正面临着一个日益冲击着自由精神气息的香港的威胁 这种自由精神越来越凸显 敢于抵抗独裁的声浪越来越大 对习近平的统治不是一个好消息 但观察发现香港修例事件 港人的拼死抗争要求撤恶法反送中 上演的是针对中共的大戏 对习近平的启迪可以说是暴政必亡 而中共的血腥又断绝了失人症的可能 早已了断习近平的中国梦 处在极端窘之下的目前还是想做习近平第一 只不过习近平孤作韩元殿 从网络中看到的是王沪宁精心打造的浓缩景观 过滤信息 而案头上的文件更是江派反复斟酌刻意制造的假信息 唯有香港这样的大事件 习近平能够看到大体真实的一面 因此六九大游行和六一六大游行 其实是反复给习近平敲响警钟 是该思考脚下的路了 习近平要救的是中共还是中国 如果只是为了延续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 那就没什么可谈 如果要救中国 那他得先救自己 把自己从共产党中解脱出来 实际上要延续独裁统治毫无可能 因为这个党已经是个罪恶的冤手 邪恶的代名词 就凭共产党就评述了中共的起家史 杀人历史 邪教本质 流氓本性 以致暴政 反宇宙的力量 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 迫害法轮功等等 所以习近平想救中共 等于是想为中共殉葬 那么假设习近平要想救中国呢 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 明居正在电视节目上分析说 习近平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条是新加坡的李光耀路线 要法治不要民主 习近平可能偏好这条路 但是不可能 因为要法治的话 中共那些巨贪的特权就会遭到打击 江泽民时代以贪治国的策略 已经是制度性的腐败 所以习近平建立不起来西方法治的秩序 充其量 只能以打贪腐的名义集权 却动不了根本性的腐败 第二条是格尔巴乔夫的路 只是习近平不想走这条路 苏联当时的情景与现今中共相距甚远 第三条路就是讲经国路线 就是走民主化道路 经国先生顶着党内反对意见 解除戒严 开放党禁与报禁 他是顺应的历史 明教授说 从台湾的经验来看 主动开放比较好 和平过渡 政党轮替 民主化 最后你可能丢掉政权 但是制度建立 你还是可能赢得大选 重返执政 这就是民主化的机制 明教授还将习近平和蒋经国类比 认为两人的权力与威望不同 更重要的是 国民党那些大岛是有道德底线的 不会像中共高层的流亡本性 此外 国民党的先天良性本色 以及开明专制 与中共也有天然之别 因此 死路不通 要救中国人 第一就是要推倒共产党 习近平必须认清 这个党的本质是邪恶的 不要继续背负 毛邓江湖以来的一贯罪孽 教授还给出了一些建议 如美国已经针对中共开始进行人权记录的检查 习近平大可借美国之西风 吹倒共产党之邪妙 往这方面琢磨 路是无限宽广 基本上就是反过来割断共产党对它的操控 不过文章提到的一些具体建议 在习近平的位置上看几乎毫无可能 如开放党禁 开放国际网络 开放思想管控 但真的开放了 习近平根本控不住 矛头可能就会直接指向习近平本人 作为党魁 一并被清算 至于习近平宣布六四为国难 承认共产党杀人的历史 或是宣布立即释放 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并给予国家赔偿 或是干脆宣布共产党解散 宣布其为非法组织 这些建议从情势上讲 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因为自我救赎可能得到宽恕 但救赎中涉及元凶的罪恶 民众绝不忠诊 习近平身边的特务 也会在第一时间要了习近平的命 不过习近平可以和美国携手 一起瓦解共产党的最后几个山头 还是具有可操作性 因为川普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 当两个人同心要瓦解共产党 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呢 其实从分析看 这才是习近平最稳妥的 救自己也救了中国的路 只要是先堵绝了卖国叛国的构陷